對不起,我不是天文學家 我只可以根據有限的天文知識 吹噓一下 其實紫微斗數最重要是根據天星 根據天文上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 中國的術數有很多東西 紫微斗數算是個人的 雖然那些星取自天上 即是南斗北斗等等 但是紫微斗數是一些虛星 是一些統計學的經驗 但是這些統計學的經驗 如果回到最後 你會發覺有些天文數字的特質 舉個例子 我們今天所謂八大行星和矮行星 矮行星 矮行星 其實以前是九大 最近有一個十年前 被人踢出街 說矮行星 因為他的體積太少了 那個就叫做冥王星 冥王星的軌跡 大概以地球來看 就是二百四十二百四十八年 噢 而第二個發現 最早之前發現的 就是海王星 大概是一百六十七至六十八年 再之前那個就是天王星 就是八十四年 大家留意一下這些數字 如果天王星的八十四年乘二 是不是剛剛一百六十八 就是海王星的數字 嗯 好了 海王星乘三 就是1494年 差不多五百年一天子 然後還有 248年的冥王星乘二 就是剛剛 248年 496年 就是說兩圈的冥王星 就等於三圈的海王星 而是等於六個圈的天王星 這些數字 是不是有一定的規律 規律 嗯 今天 對不起 天文學是不能回答我的 嗯 術數呢 就說這些有關係的 你明白嗎 術數就是在這些 不科學的統計學上面 找到一些東西出來 是 其實我們今天學術數 我覺得這件事 因為 因為 尖聲學 在歐洲的歷史發展裡面 真的受到太多的宗教的左右 嗯 因為這些是異端 嗯 但是其實教皇是懂得尖聲的 有不少人是懂得尖聲的 嗯 甚至 例如 今天那個伊斯坦堡 當年 公元330年 當時是羅馬帝國的康士坦丁大帝 嗯 決定將羅馬的都城由羅馬搬到伊斯坦堡 當時叫做康士坦丁堡 是啊 那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更接近羅馬 整個羅馬帝國的中心點 嗯 因為它東邊有很多土地嘛 羅馬太偏西了 是 他是第一個將 天主教立為國教的人 嗯 因為他發夢見到耶穌 於是 將他那些 他有一場仗要打 於是 他就將那個 耶穌的十字架 就畫了下去 那些羅馬士兵 那個盾牌 那些符號 那些符號 結果他打贏了那場仗 所以他就 將天主教 就定為國教 而他當時 搬去伊斯坦堡的 公元330年 嗯 他是經過尖聲來定的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古代尖聲是 其實與宗教 沒有什麼關係的 嗯 明白嗎 今天 康士坦的大帝 被封聖了 聖人都這樣做 為什麼 現代的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要將這些 刺為異端呢 嗯 所以我覺得這些 是有一些 宗教的迷信 在裡面的 是 所以各種的原因 所以 就是說 你剛才說過 我們學術數 那些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是有價值的 還有我試過 遲些 我們這個節目裡面 一直都會下來 我們都會說這些 為什麼呢 就是 我現在 這段時間 我在做很多 歷史的 翻案 是 就是把一些 歷史的事實 拆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 拆出來之後 發覺 原來有很多 相同的事情 是 譬如 那你會不會 根據相同的事情 再看看 他當時的 星體的運行 就是那些 星體相同 哦 就看看 發生 世上發生什麼事 對 而他們是真的 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遲些我們一路 舉個例 不是真實的 舉個例 就是說 當土木商會 地上 歷史當中 在前後那段時間 地上 可能某個地方 就會有很大的飢荒 原來 隔了略干年後 又土木商會 又是有出現這樣的情形 是否一種統計學上的印證 我先做一個預告 1720年 如果讀財經學的人 即是200年前 300年前 是的 1720年 讀財經學的人 都認識的一種東西 叫做 South Sea Bubble 南海泡沫 為什麼叫做South Sea Bubble 就是當時英國出現了第一個金融風暴 是 一隻股票 曾經由 一百磅 升到一千磅 一年內 就跌下去 所以你可以想到當時幾慘 是 1929年 華爾街大塌 2008年的金融海嘯 這三場海嘯 都有一個現象 就是有三顆星都走在一起 共通的 是 未必有幾顆星 有兩顆星 有兩顆星是共通的 有兩顆星是不同的 這個歷史是引證到原來三顆星 即是說 如果可不可以這樣說 即是未來三顆星再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出現 在歷史上 未必一定 未必一定 今年 如果三顆星出了 走在一起 因為位置不同 就變了什麼呢 變了我們的大水 以及世界的疫情 其實都是不好的 另外一件事 但是性質不同了 因為位置不同了 總之都有壞事 是 所以你明白嗎 這件事就是 我經常講的 為何這件事有好處 但這件事亦有一些危險 就是怎樣 就是給那些 對不起 我講的叫一師半解 自認大師的人 去妖言或眾 例如 你記不記得前幾年 有很多報紙上 那件事叫做 榮華范范心 或者叫做火星范心 有很多人寫了文章出來 因為古代 如果你跟回榮華范心 這個說法 是很多皇帝死的 是 當年 寫到 中國領導人 快要死 這件事 言之作作 不止一個人 是有不少香港作家寫的 你放心 現在不敢 不敢寫 不理我這件事 結果是為甚麼 如果我檢查幾個檔案 原本當年 根本上沒有榮華范心 的意思 榮是虛榮的榮 下面的不是木字 是火字 滑是古滑垢 是不過是營 蛟嗎 cheat 形畫梵宿 那麼這件事,根本上那年 梵宿的意思是走近的那顆星宿 有一顆星叫做星宿,是青龍七宿裡面的其中一顆 是心臟的那顆心,代表青龍的心臟 那年根本上,只不過是火星在附近走過 不知誰就拿了出來 因為火星大概是每年半走一個圈 所以每年半就會靠近那顆森宿一次 如果這樣說的話 每年半就有個國家月領導人死 那年唯一最接近的就是太王死 但是那年我查過在曼谷那個分野 是查不到也見不到那顆範森的 太王死的時候之前之後都沒有 所以就不是的 這些就是那些一知半解的人 人講這件事就去找一遍歷史書 就抽回那些凝惑範森的東西 就拿出來寫一大篇文章 如果那些無知的人信他 那就正正中了那些所謂妖言惑中 是不是 所以為何自古以來 中國的領導當權者 對這件事都一定有禁 你知不知道 研究天星 我們今天在香港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自由 為何要禁 是不是怕被普通人看到國運 或者皇帝自身的命運 這個反而是好些 最怕就是那些 他拿著這件事 接下來大災了 所以現在就是尼勒佛降世 現在就是天皇降世 耶穌弟弟降世 所以我們就去造反 你明白嗎 所以你看到的 唐律、宋律、明律都有言文規定 不可施襲天文者是要佛的 嘩 靜靜雞都不行 不行 他還有一件好處 他怎樣呢 他說凡告發他那個人 就可以在那個被罰那個人的家裡 抄家拿50兩送給那個人 嗯 即是叫你們去到二五仔 拆他出來 是 因為政府不可能查到 嗯 明白嗎 所以古人對於這些 施襲天文 施以國政這些事情 是三無四 D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卻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